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原来的杨子新招头发变长了,身材也变苗条了香蜜,他自称是小学呼拉圈冠军。 校医一直很喜欢杨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杨子的头发变长了呢? 之前,杨子都是留着中短发,发型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不过这次看到杨子的新招,还是让大姐惊艳了一把。 原来长发的杨子更有气质。 复古摩登装扮,大卡其色不规则衬衫,结合高腰牛仔裤,十足的摇滚少女,不过这次杨子的头发真的长了不少,越来越有女人味了。 工作室还发布了一段杨子打脸的小视频。 不时髦的杨子,依旧是出名的酒窝少女。 可以看出她的脸瘦了不少,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的梦里香蜜。 杨子的身材一直被大家议论纷纷,但其实姐姐觉得只要健康就好,而且这么可爱活泼的猴子子,胖一点也超级吃香。 记得在某期体育节目中,杨子还给大家展示了她日常的锻炼过程。 从称平板到锻炼细腰,杨子训练刻苦,全身发力的表情太搞笑了。 她还笑称自己在小学时就是呼拉圈冠军,而杨子本人也很喜欢转呼拉圈。 说起呼拉圈,这对女孩来说是一项很好的锻炼。 通过按压脉搏,可以更好的按摩穴位,有助于加快新陈代谢。 她比普通的呼拉圈更强,在家站着也可以锻炼腰部。 看一集电视剧很快,玩《一局王者荣耀》也很快。 还可以锻炼腰部。 跟你的肚子说再见。 另外,很多人喜欢喝冷饮,腹部更容易气血不畅。 身材不胖,就是肚子大。 其实女生不需要有坦克线,但是小腹要平坦才好看。 你看,杨子瘦了,最新的这件衣服比上一件好看。 杨子杨杨或江河做《春归梦里人》,看完剧情简介,不火都难。 最近杨杨的《你是我的荣耀》和杨子的《女心理师》都在拍摄中, 两位都是当红的高人气演员,所以都受到了极高的关注。 杨杨之前一直有偶像剧男神的称号,因为颜值高很适合拍偶像剧, 所以在当时是有着超高人气的流量小生。 之后杨杨不甘心被流量小生的头衔禁锢住戏路, 所以就选择了不再拍自己拿手的偶像剧,而是弹圈去尝试新的戏路。 在杨杨弹圈的这几年关于她的消息十分的少, 所以她的人气也是一落千丈,也有很多网友对她的弹圈表示可惜。 杨杨在这几年中尝试了跟之前不一样的角色, 虽然最后的成绩并没有在自己拍摄偶像剧时的成绩好, 但是也向广大观众们展示了自己的多样性, 让观众们知道了杨杨是可以驾驭很多角色的, 是有实力的演员。 而现在杨杨一经付出就又有了超高的人气, 毕竟她的颜值经过了这几年还是一样的优越, 让人每每看到都十分惊艳。 杨杨开始接戏了之后,资源也是十分的好, 刚付出接到的《你是我的荣耀》就是和当红女明星迪丽热巴合作的。 两个人都可以说是当红明星中颜值的佼佼者, 两个超高颜值明星的合作, 也是让观众们十分期待。 而杨杨的新剧还在拍摄中, 就由网友爆料杨杨接下来可能会接一部古装剧《春归梦里人》, 而合作的女主角也是大家很喜爱的杨子。 这部《春归梦里人》可以说是一部比较偏大女主的戏, 女主是一个很有才智和魄力的奇女子, 自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女商人, 这在当时那个年代真是一个胆大的想法。 之后阴差阳错成为了男主的妻子, 两人在经历了各种事情后成为了恩爱的夫妻。 这种剧情看起来和赵丽颖的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有点相似, 都是女主是很聪明有才华的, 和男主也是先婚后爱的剧情。 有着《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的爆红, 观众们对于这种题材是比较感兴趣的, 所以相信这部剧很有可能会大火。 杨子本身就是很有灵气很有演技的, 所以对于这样的角色应该也是一个小挑战, 相信她肯定能有着好的表现。 有着高人气高实力的杨子杨杨坐镇, 还有着这么好的剧情, 这部剧不火都难。 杨杨,真的变了吗? 现在提到顶级流量,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肖战、王一博, 而在几年前, 杨杨在顶级流量圈里同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处于流量巅峰, 随着人气和名利一起到来的, 则是无穷无尽的争议和诋毁。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原本活跃在银屏上的杨杨突然就沉寂下来。 不上综艺,不接商业活动, 积极投身于电视剧《舞动乾坤》的拍摄中。 在拍摄期间, 杨杨不顾形象, 滚泥潭拍打戏是家常便饭, 作为一个顶级流量来说, 这一点颇为难得。 但很可惜的是, 这部电视剧不管是播放量还是口碑, 都扑接了。 自然而然, 杨杨又成了被主要抨击的对象, 很多网友表示其用力过猛表情浮夸。 但现在反过来客观评价一下, 《舞动乾坤》铺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剧本和原著改编太大, 书粉们难以接受罢了。 自此以后, 大众们似乎更难看到杨杨的身影了。 随着新晋男神越来越多, 杨杨似乎要被大众遗忘的时候, 他带着一部全职高手重新杀回迎平。 网友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杨杨似乎和以前不一样了。 军艺出身的他永远都挺拔着后背。 作为男明星, 身材管理一向很严格。 但是全职高手中的杨杨勾搂着杯, 身材走形, 和以前判若两人。 这一点上, 杨杨可谓是最大限度地尊重了原著, 为了还原角色, 放弃了一直以来挺拔的身形。 除此之外, 杨杨还一人分饰两脚, 完美表现了叶秋和叶修两人的性格。 一平一笑, 一举一动都恰到好处。 在大家以为杨杨要重新活跃起来之后, 她却迅速调整状态, 瞬间投入到新剧《特战荣耀》的拍摄中。 从目前的剧透来看, 杨杨一改叶修的形象, 宽肩窄腰, 身姿挺拔, 展现得是军人的风采。 早几天, 成龙主演的电影《极先锋》官宣定当于大年初一, 杨杨也是这部影片的主创之一, 期待她能给观众带来更大的惊喜。 现在的杨杨, 剪了寸头, 皮肤有黑, 和以前白白净净的奶油小生判若两人。 两年晨前, 偶像杨杨已经成功转型为演员杨杨了。 在接受《时尚八杀》的采访时, 杨杨甚至主动提起了当时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被群潮的拉面舞, 不畏洗白, 不畏薄同情, 仿佛只是以最平淡的语气谈起年少时的经历的风雨。 杨杨, 她真的变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